最近咱们这互联网上不是自行车特别荒吗 我的合伙人也迷上了这东西 我今天到展厅一看 因为一拍我无法理解啊 这东西不一样嘛 有一辆机器不挺好的嘛 我从来没想过 我们小时候一两百块钱自行车 现在一两百只够看它一 我们整个专业人设 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你先挑一个最贵的拿出来 就这白色的 对 这多少钱这个 这个是跟郑哥同款的16万 多少 16 郑哥同款 因为是郑哥同款所以贵的 还是他本身就这么贵 因为贵所以郑哥起 就他皮为什么那么贵呢 就这一个小资金车 我也想知道为啥那么贵 你也好奇是不是啊 谁能接受这些小玩意 卖16万 16万买一小资金车不好吗 你给我普及一下呗 找找介绍我真不懂这个东西 这是P0 你玩汽车的肯定懂 班戎 这黄色标那F1同款呢 还有吗 这个是西马诺 日本的一个变速器厂商 最牛XXX的产品 这东西这一体的呀我看 那这东西要是断了 它不就坏了吗 对这是一次性的 这一个轮多少钱 一对轮子掉了 BBS最顶级的轮骨 背就三万块钱一只只要 还有哪值钱的呢 这是碳的是吗 对 听着你听声 这个车价多少钱 688.0 6万8 这哪是骑车 骑一跌出去呀 这我停车 我都不敢随意停 我得把它背身上 别我骑它了 它挂我身上就行 我在这当装饰点也挺规的 我是郑哥的中粉 你要说呢就皮娜 狗妈 16万 我不认可 你说郑哥同款 16万 我认 人家还做库里男呢 我就想问问屏幕前的兄弟们 你们有多少做个库里男呢 兄弟们刚刚我们看了一个 曝光量比较大的 郑哥同款的狗妈自行车 但是据刚刚那个小兄弟说 这一排自行车还有很多狠货 咱确实是不懂 用价值去衡量的话 这一排亮晶箱上面 能换什么小汽车吧 两台车子搬猫头三吧 不是最近晚上有人值班吗 应该没有